而雨还会下到多久呢 有没有好天气转环的机会 我们把时间交给戴力刚 在今天 华南云带加上东北风的影响 这北部的朋友感觉上湿湿又凉凉 在清晨的温度20度 到了中午也维持只有在21度 所以呢 北台湾凉 但南台湾不一样哦 南台湾的高雄今天温度跟昨天一样 差不多都是偏暖的 今天的高温在30.2度的高温 江雨的状况从雨量图上 就可以明显地看得到 中部以北 华南云带东移 那江雨状况在早上的时候明显 下午的时候是局部性的短暂 江雨的状况 山区的部分都有起雾的现象 但过了中部以南呢 没有下雨 只有高空当中云亮多 甚至南台湾云凤中阳光露脸 不过啊 这清晨的温度在淡水 因为东北风增强就偏凉了 只有19.9度 中部以北有雨 南部地区要转多云 明天可就是选前之夜 天气形态来说 在松南部的活动来说还不错 不过投票日当天呢 西半部地区全部都要转勤哦 整个西部这边都要转勤了 东半部地区有点雨 那台北呢 是在台北东边有雨 台北西边往林口以西的话 就是天气要转为多余 所以呢 投票日当天来说的话 天气 华南水气要走了 就来看一下真实色彩的云图了 云图上先来注意到云层的发展 大片的水气带由西往东的方向走 在今天水气通过台湾上空 相对的我们的雨的部分 在中部以北比较明显 北方的高压也正在东移带进来的东北风 在今天增强 不过到了明天呢 高压已经走了 冷空气的强度开始减弱了 水气的发展 前半段的水气将会逐渐的东移 后半段的水气开始往北台升 也就告诉大家说 水气逐渐往大陆的华中跟江南走的时候 我们上空的水气发展就会在礼拜六的时候 明显减少 到了星期天以后好天气 两天的时间 再来下周二的时候 北方的冷空气又要下来 就来看一下彩色云图了 云图上先来注意到云层发展 南方的水气正在逐渐的游戏往东走 今天晚上在福建到浙江 这一波的水气波段 还会进入我们台湾上空 等明天中午以后水气走了之后 我们的降雨状况在中部以北 就要开始减少 但中部以南呢 明天下午以后 云层少 阳光要露脸 温度开始上升 接着到了礼拜六投票日的话 西半部天晴 东半部有雨 来看看今晚到明天的温度了 晚上的外岛地区有短暂雨 伴随着低空云层 会有局部雾的状况 而在台湾本岛部分 北部东部的雨比较多 中部地区只有零星降雨 南部地区是多云事情 南北温差也比较大一些 小丁尼两件事情要提醒 早晚凉骑车的朋友要保暖 雨区行车提醒你注意安全 全天候现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电解磁磁酸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 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 而且没有污染 儿童孕妇都是很适用的 哪里可以买到水神生成精呢 就是上我们的快点购